在饭店吃了30年的剁椒鱼头,今天把做法分享给大家 鱼头肉厚的地方打个花刀,骨头两边切两刀,油热下葱姜蒜末炒出香味 锅底铺上洋葱和金针菇,再放上鱼头,再放上这个炒制过的剁椒酱 盐锅边来一勺生抽,再来拌瓶国产啤酒,扣盖煮10分钟 这样做出来的剁椒鱼头酸爽开胃,在家做比饭店都好吃